Asus的Tough Gaming系列是属于性价比较高的荧幕类型,此商品也承袭品牌一贯的特色,搭载着独家的低延迟技术,让移动中的画面可以更加清晰流畅。 除此之外也内建许多游戏模式,包括可将暗处细节完整呈现的Shadow Boost技术,以及提供各类游戏支援的Game Plus功能等,对专业玩家来说是极为划算的选择。 只是内建的Adaptive Sync虽然可以确保画面不会撕裂,但由于是通用性的技术,而无法相容AMD或NVIDIA显示卡的相关功能,导致画面可能会有些许卡顿或延迟,对此较为敏感的话购买前可要再三考虑。 Samsung在显示器领域中属于顶尖的佼佼者,AdC G9更是极大成之作。 不但采用最新的QLED量子点显色技术,能够显示出极为精致,几乎感受不到颗粒感的画面,1200区度也能带来极为强大的包袱感,享受各种娱乐时都能完全沉浸在其中。 除此之外还支援HDR1000及HDR10,使得光影表现上,也非常出色,很适合追求极致画质的影音爱好者与玩家。 油屋运用了各种顶级的新技术,所以在价格方面稍微高了一点,另外其重量也比一般商品还要重了点,若想利用萤幕支架安装的话,可能需要先计算好承重,以免在使用过程中掉落。 由ARC 推出的这款萤幕,拥有着多项增强影像表现的规格与功能,包括HDR即93D CIP三广色域,让呈现的颜色更加鲜艳真实,而且解析度高达5120×1440,等于将二个2K萤幕合并在一起。 中间还没有边框阻碍视线,可享受到更加完整的画面。 甚至可透过多重画面PBT功能,一次显示二个不同的讯号源,很适合需要同时运用多装置工作的使用者。 不过规格表上并没有载明任何护眼的相关功能,而且其是采用对比较高的VA面板,长时间观看的话,眼睛,可能会出现疲劳或酸涩等状况,或许得评估自身的用量后再下手为佳。 即使规格乍看之下重规重矩,但这款Superwide曲面显示器其实藏有不少便利的小巧思,包括具备电力传输功能的USB Type-C连接布,不但可提供智慧型手机等装置的电源,也能连接USB扩充极限器等装置。 若想一次显示多台电脑的画面,内建的KVM切换器,只要连接一组键盘滑鼠即可自由控制,甚至只需按下一个按钮便能切换个信源。 除此之外,它还支援Windows Hello的弹触式网络摄影机,不但能用来进行视讯通话,也可透过Windows 10的脸部辨识来登入电脑,比手动输入密码还快上许多,并且能确实保护电脑里的资料不被人窥视,安全性也极为出色。 拆买始终以自家的特殊显示技术,在电脑显示器与电视荧幕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。 这款采用32,9比例的超宽荧幕,拥有3100的高对比度,让画面更有层次感,其显示区域相当于2个27寸荧幕并排。 除了当作双荧幕使用以外,内建的子母画面功能,也可将第三个讯号源放在角落,并能透过遥控器随时切换画面与调整设定,不需要花费时间在面板后方摸索半天。 虽然提供许多让画质更加精细的规格,但本品的解析度只有相当于FullHD的等级,若想播放2K或4K解析度的影片,可能会没有办法呈现出原有的影像表现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 选择